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有一則消息 一定要跟大家說 因為當一些人 從來都不買股票的時候 突然間他告訴你 他要買股票了 那麼你就要注意 這個叫胡錫進 大家都知道 胡錫進有個名字叫 雕盤俠 雕盤俠是用來做甚麼的呢 雕盤俠是用來做甚麼的呢 口字哪個刀 實際上 口字哪個刁 應該是 丹的意思 意思是說好像那些狗一樣 你把球或飛碟拋到哪裏 他就衝去那裏 意思呢 就說他其實是習近平的走狗 只要習近平想扔到哪裏 他就會衝去那裏 接著盤 所以叫做雕盤俠 最近 就說要開戶口學炒股 究竟是不是想做狗菜呢 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 在26日發布個人微博 說他幫自己開了一個證券戶口 正式進場買中國A股 他希望自己可以盈利 而不是成為新的狗菜 他這次的舉動引發國界熱議 外界認為 近期這個A股不是那麼好 有老胡幫他打強心針 是不是 但是也有很多網民認為 不太看好 認為老胡成為韭菜的機會率高達99% 你做硬韭菜了 老胡加入進來 在經歷市場行程的起落 將跌 成為中國股市悲喜交錯一部分 胡錫進在微博鐵文稱 要成為股民老胡 對於近期A股的行程不好 老胡為股民著急 胡錫進說 27日開始就入場買股票了 他說我沒有甚麼額外的信息渠道 我的所有信息都是來自網絡 老胡說 27日上週就開始買股票了 他會一路學炒股 一路學習 希望交少學費 胡錫進的貼文引起很多網絡大V的回應 例如在A股的網行李大銷的社交媒體上 回應 給胡主編提過建議 要循序漸進 貨幣基金 債券基金 混合基金 指數基金 股票基金 畢業之後才可以買的股票 而且還要買好股 用如錢投資 理性投資 價值投資 做好人 買好股就得好保 李大銷還表示 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給我的 我幫你研究一下 對於胡錫進的操作 有人質疑 喂 你真是太有勇氣了 在這個時候入市 真是逆行而上了 亦有網民說 老胡 你在自找苦吃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股市多難賺錢呀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股民多慘呀 你知不知道韭菜多少呀 事實上 A股 連日已經調整 不斷跌 表現低迷 在26日遭遇近年 近日連續四個交易的調整 調整 26日 收盤 戶指跌了47.28% 3150點 收市 跌幅1.48% 創出金輪調整以來 新低 創業板指數也跌了25.59 收2,186點 跌幅1.16% 成交量 戶市成交人民幣3,989億 之前是一萬億 現在只剩下3,000多億 很明顯 大家都冒心 深圳成交是5,784億 兩市總成交 再次跌破1萬億 據統計 兩市 925隻股票上升 4,194隻股票下跌 即是超過80個股票下跌 為甚麼A股那麼差呢 綜合媒體的分析說 有幾個因素 一個是AI科技股受到大股東減持 以及業績不遠預期 導致大跌 二 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貶值 在岸離岸人民幣 雙雙就跌破7.23元 第三 外部不確定因素 還有 邊際台升 可能對投資者風險 偏好大陸一定影響 導致短期A股市場有所波動 好了 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問題 他們一直都不說為甚麼政治問題 他們一直都不敢觸及 原因就是中國 有一個 很偉大的領袖 這個叫習近平 這個偉大的領袖可以說是肩負著一個重任 就是滅共 以往我們無論做甚麼都好 我們完完全全對於中共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動搖的 連分毫也動搖不了他 連分毫也動搖不了他 他就好像一座大山 但是 竟然有一個習近平 首先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徹底的粉碎 將他打爛 將香港亞洲的航運中心 交通輸透 徹底打爛 一場武漢肺炎 全世界 向全世界波動 然後 他不單止害人 還要害賣自己 在大陸搞封城 三年的封城 趕走所有的外資 連上海人也知道 此地不移久留 以往的人很崇拜上海人 很崇拜上海的地方 覺得這個地方比紐約好 比倫敦好 其實 如果你說城市建設 新樓比倫敦好 但是 倫敦盛在 很多的古建築 很多的 是 名聖古蹟來的嘛 這些東西 人家是不會拆的 要保育的 跟香港不同 香港以前也是這樣的 香港是根據 倫敦去建的 所以 香港有小倫敦之稱 結果中國人一來到就拆了所有東西 油桶也有綠色 總之所有殖民地的全部去殖民化 全部要 燒掉你殖民地的東西 曾經有一個人說過 李瑞環 他就說香港 那種文化的成功就是因為紫沙茶會裏面的茶跡 如果你使用了 紫沙茶會裏面的茶跡 香港就是因為紫沙茶會裏面的茶跡 可以使得 它是發光發燃 而現在共產黨 自己收回來重新管治 香港就玩完了 不僅如此 上海還是有機會的 結果 被他一獲 被捕死 被捕死 所以 我們會看到大陸的經濟是徹底由習近平一個人搞難 大陸股市為甚麼下跌 原因 就是因為 大家都對他沒有信心 對政治沒有信心 有股票趕快賣了 你一升 我就賣給你 所以就算國家都抬不上來 十幾年前 A股已經是6000點了 為甚麼現在是3000點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中國現在是進入一個經濟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股市會不會升呢 有部分可能也會繼續升 那邊股份也是炒作的 但是整體大市是沒有得升的 老胡如果他沒有 內幕消息 保證輸錢 輸成怎樣 輸一半或者輸七成左右 如果老胡純粹是開個戶口玩一下 隨便扔三幾萬 輸完算數 他為了無雙大雅 路穩過千萬一年 他只是在社交媒體的帳戶 只是 廣告收益 廣告 打下貨 可能已經發達了 也不用炒股 我覺得他的最終目的 是好似吉祥物的那樣 你們大家來炒股啦 我也要炒啦 實際上在做甚麼呢 做中共要做的維穩角色 即是說 大家放心啦 股市沒問題啦 你看我都買啦 最近也有網友提及 說香港的股市 很多大媽傻 那些 投資人 或者有名的股評人 不斷唱好 叫大家來入市 他就不是叫大家派一個號碼 純純 跟大家說 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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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大價股 買籃籌股 買來收息 什麼都好 最後入市 實際上 是因為個個都沒有信心 個個對 中港股票也沒有信心 所以 無論全世界升得多厲害 看日本 昨天也說升六百多點 美國 基本上也經常是上升的 而且 不斷是接近高位那裏 一路上升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原因是人家有基本因素支持 人家的政治穩定 人家是真正的市場 而你中國不是正常的市場 甚至乎 你們一群人都不是正常 一大群不正常的人 在搶股票 你搶我搶 根本 最終 人家都扔掉了 因為他們知道 很厲害 正所謂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成 他們被蛇咬了很多次 他們不會再相信 他們是指大陸人 大陸股民 大陸股民已經對中國股市徹底喪生了信心 而香港也一樣 香港股民也不玩香港股啦 寧願買一下美股 很強烈的壞大陸股 香港股票只穩笨 只能操貨 開賣 開賣 打開銃股票就散貨 打開銀股票時就可以散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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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胡 我估計他成為韭菜 他的工作 類似是穏穏國色 當作吉祥物 如果你不怕買 出來想安定民心 不過 他的行為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因為 中國人 尤其是中國的股民太棒了 他們也已經嘗多苦果了 每次都中 只要每次都中 都不會因為你老虎出來做代言人而信的 根本大家都不相信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老婆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也希望大家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無限點擊 點擊廣告 無限大法 幫我們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發表你的意見 多謝 拜拜